先开始带您关心华商文创品牌长刘冠颖 今天在脸书po文他说 台北市一间国小今年6月14号营养午餐的咖喱炖猪肉 其中猪肉块竟然还有金属的针管 让他怒批学童的营养午餐问题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解决呢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 目前学校已经对团善业者开罚 不过被发现的金属异物 其实跟厨房内部的设备材质尺寸通通不相符 因此怀疑可能问题出在公益猪肉的肉品工厂 已经通报相关单位继续追查 公益学生一天能量来源的营养午餐相当重要 只不过现在却被家长爆料 北市某国小午餐竟然出现金属针管 华商文创品牌长刘冠颖在脸书发文表示 最近得知某国小营养午餐猪肉里面竟然有针头 但这件事情没有人讨论让他相当惊讶 对此北市教育局证实 事情发生在6月14号 学生在咖喱炖猪肉中吃到金属异物 当下立即通报学务处更换餐点 也请学生去健康中心确认口腔状况 检查后战无异状 隔天学校则召开午餐供应委员会 认定是重大卫生缺失 对团山业者祭典8点罚款1万6千元 反而觉得说正常来讲CS的产品应该要有金属检测器 是这个部分应该是在前端就是应该要被把关出来 有其他业者认为要追查的应该是肉品源头 而北市教育局也证实经比对异物及厨房设备 尺寸材质都没有相符 排除是由厨房设备造成 怀疑是由原物料带入 因此通报卫生局及产业局到肉品工厂持续追查 只希望类似事件不要再度发生 戒台北综合报导